苏文宇虽然表面上 承认了我的身份 但是我俩 从来都不是什么真正的夫妻 在她的心里 也只有你一个 如今 怀州我是回不去了 其实我跟你一样 无依无靠 只能靠我自己 所以我才拼了命 想在苏家站稳交杆 我之前对你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为了自保而已 如今我也想通了 为了一个男人跟你作对 简直蠢之有蠢 在云锦庄的时候 虽然我们关系不好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确要比我强 我也想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放着你这样优秀的铜窗 不去亲戚 反而处处与你作对 与我自己 又有什么好处呢 霓装 我们都放下谷曲 原谅对方 好不好 你我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不过就是合则剧 不合则散 可是我想跟你做姐妹 我也想像元香一样 所有人都喜欢你 所有人都喜欢你 我也想被人喜欢 我不想被人厌弃 这可不像你严大小姐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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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希望有什么我不懂的地方 能得到你的指点 你我各有所长 听说苏氏这次放弃了香料 只参加织造的笔试 那可是你最擅长的 何须别人的指点呀 可是香草堂 岂不是更厉害 两项都参加 你 霓裳 你知道吗 其实我真心佩服你 你有远大的理想 我真的挺佩服的 好了 时候也不早了 你快去陈芝士那里领布吧 晚了可就领不到了 从明日起我们各商户 还有准备笔试 莫要耽误了 好 那你空了 急得要来找我 谢谢 带会降优传你 你既然会找我 在此 你 找我